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月步客 我是水風刀 沒有錯 今天學習法要教的主題就是 轉盤記憶法 幫助你用四個E 把你的記憶力達幅提升 我們首先要給Book 我們看一段這個影片 Kai 有嗎 有這個名字嗎 我叫Vue W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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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ue Wue Wue Vue W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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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sogar Es 你是隱密嗎 我的名字 back to you OK 這邊 大家知道 記住他的名字了嗎 好 沒關係 我們再看一次 這次是你的名字 黃 gracias 我叫Vue W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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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embue W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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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k 好 我相信 大家應該都 記不住他的名字吧 沒有錯 這是為什麼 我们今天要讲解这个主题的原因了 伊恩你记得吗 很简单啊 叫什么 不会不会不会 你不要在那边我没记得 你就在那边唬我 讲记忆力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人类大脑的记忆力呢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短期记忆 另外一个是长期记忆 那一般我们在没有经过复数的情况下 我们接收到的讯息都会是短期记忆 通常只能记忆5到20秒 最长不超过一分钟 短期记忆的话 也会因为一些外界的干扰 而快速的消失 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记忆 都能够转到长期记忆 变成记忆力超强的高手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经过记忆巩固的历程 这边就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德国心理学家赫斯曼·艾滨豪斯呢 他就在1885年出版了《关于记忆一书》 里面提到呢 他以自己作为一个实验者去做的测试 那他试图背诵三组无意义的单子 例如像是C.E.G.D.A.X等 因为他希望能够获得一种对记忆的 纯测试 就是在测试之前呢 其实这东西没有被带入任何的实验记忆的任务 或者是说有一些前期的学习 那不会被这些学习啊 联想所污染的策略 在一段时间后 他在测验自己说需要通读多少遍 才能够一次背出列表 他发现了一个遗忘规律 20分钟后42%会被遗忘掉 58%会被记住 一个小时后56%会被遗忘掉 44%会被记住 一天后74%会被遗忘掉 26%会被记住 一周后77%被遗忘掉 23%会被记住 一个月后79%被遗忘掉 21%会被记住 这样我以后应该考试前20分钟再开始狂背书 对吧 你只要把你的记忆变成长期记忆才对 所以呢 这个调性就是说 我们先学下的知识会很快被遗忘掉 因为这个曲线嘛 然后之后会被缓慢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去记忆它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长期记忆 就很难被遗忘掉 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想要随着这个遗忘曲线 把我们记住的东西忘掉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这边就要来介绍 转盘记忆法 什么是转盘记忆法呢 转盘记忆法的意思就是 转一个盘子的记忆法 转盘记忆法简单来讲 就像是转盘子一样 今天我们在转盘子的时候 那个盘子很快在转动嘛 但是它会越来越慢 快要掉下来 这时候你再给它一点动力 它就会继续转起来 记忆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我们记忆快要忘掉的时候 我们再加给它一个动力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持续的被记住 就像这个记忆不断的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所以呢今天我们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之后 我们的10到15分钟后 我们就要来做复习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爱彬豪斯曲线嘛 20分钟后你会有42%被遗忘掉 就是将近一半 所以你那时候再做一个复习呢 就可以再巩固一次你的记忆 这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用到四个一的法则 那四个一的法则要怎么用呢 就是在你学习完一个知识点之后的一个小时 一天 一周 一个月 这四个简合点 重新的去巩固你的记忆 与其我们拿到一本书 从这本书的头一次读到尾 读到尾的时候前面又忘掉 然后就开始抱怨说 为什么这本书我都记不起来 还不如把这本书的部分的范围呢 切成一小一小块 去读它 然后读完之后呢 反复的去复习 就像这个 我可以拆成四段的方式来记忆它 首先我们现在要为book 们来做一个实际范例 先读第一段就是这个 有确定要教他这个耶 假如说呢 我们这一次段可要考国文一到四课 地理一到四张 数学一到三张 那与其一整天都读国文 或是一整天都算數學之類的 我們不如把每一顆都分成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 然後夾雜去複習 就像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然後在週末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給自己一個小測驗 然後可以跟朋友互考 或是買個習題練習 所以一個月後呢 就是期中考了 那也是幫你鞏固記憶的一個考試 然後你就會更加深你對這個姿勢的印象 不可們千萬不要再說你的記憶力不好了 其實記憶力是可以被訓練的 甚至呢在這個領域有記憶運動員這個職業 還有一個就是世界記憶的比賽 然後有一個總冠軍跟記憶分 假如說你要獲得這個大獎呢 你就要必須一個小時內呢 記憶出1000組隨機數值 或是一個小時內記住10副布克牌 或是2分鐘內記住1副布克牌 你就會被搬世界記憶大師的頭銜 只要世界上最強記憶的人 他可以一次記住54副布克牌 被全世界的賭場拉成黑名單 你會想要成為這樣的人嗎 蛤那我小型不能練太強耶 OK好你加點你繼續練 所以book們你們也想要成為 就是全世界賭場都會拉你黑名單的記憶大師嗎 那就要從4個1開始練習齊囉 沒有錯最後再幫大家複習一下這個非洲歌的名字 最後用不可門的問題辨識 這個非洲歌的名字叫什麼呢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今天願望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傳給你身邊的慘腸腦 或很常忘記的朋友們 那這樣分享訂閱按讚留言 關注我們掰掰 好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首先要給book們看一段這個影片 就像這個 我們就可以拆成四段的方式來記憶它 沒有錯最後再幫大家複習一下這個非洲歌的名字 沒有錯 book們我們下次的影片呢 還要再幫大家複習這個名字喔 幫助大家鞏固記憶力